经济日报的《投资理财》周刊里面的版块分析 今天是推介《华晕啤酒291》 简选原因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月8-10日在北京举行 部署2022年的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意味一中内需消费品股 来年会持续有望受为刺激政策带动的 国民消费力提升 市场看法上高盛预期内地高端啤酒销售额 可以保持双位数的增长 产品平均售价和利润率持续提升 情况可以维持到2025年 从而带动行业盈利 由2021年预计280亿元人民币 扩张至2025年的440亿 港股啤酒板块现价对应平均 远期市盈率只是大约30倍 低过5年的历史平均 提供了较阶的入场点 短期利好方面 高盛预料未来三个月 旅价和玻璃成本的上升 会继续带动啤酒加价 另外北京冬奥的举行 亦都为啤酒提供了消费场景 利好需求 高盛预计华润啤酒 除息岁前的盈利 在2021至2023年 领得2.5%的年复合增长 每股盈利在2021至2023年 领得29%的年复合增长 在港股三只啤酒股当中 增长最亮丽 高盛颤华润啤酒 纳入他们的确讯买入名单 目标价是84.5 策略上怀孕啤酒 上星期收捕63.7 可以继续留意 自10月低位引申出来的 上升轨作为部署 61元买入 上网70元 失手54元就要止蝕了 既然会继续留意 那位前方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